快乐大本营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,陪伴两代人共同成长,在许多人青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然而这档节目从9月份开始停播,再加上在刚结束的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,少了杜海涛与维嘉的身影,网友纷纷猜测他们已经解散单飞,除了何景信那五星外,杜海涛李维嘉已经离开了湖南卫视。 今天,有网友发文称快乐大本营的停播是因为另有安排,以后还是有机会看到他们同台的,并且附上了芒果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。 该网友言之凿凿,称消息来源是工作人员绝对可信,他之前说过的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人员便非常准确,所以这则消息可信度超高。 其实,该网友的爆料并不无道理,快乐家族虽然没有合体,但是何景,信呢,五星都有在录制的节目,李维嘉和杜海涛的歌。